这个胖子拿着宝箱,疯狂逃窜 他两步跳到墙上,竟能站在上面不掉下来 两个男人在后面追他,其中一人举起枪 旁边突然滚来一辆车 可男人毫发无伤,又站起来 为什么?因为他是明界警察 刚刚那胖子是怪物,他是来抓他的 男人叫小帅,刚死不久 几天前,他被搭档偷袭,身中多枪死去 但当小帅再睁眼,整个世界停止了 爆炸禁止了,周围人禁止了 就连悬在空中的汽车也禁止了 只有小帅一个正常 这时,他身体浮起,被空中一个大洞吸进去 瞬间来到一个房间 小帅懵了,对面的女人习以为常 他说这里是明界警局 又直接了当的问小帅,要投胎还是当明界警察 小帅一脸迷惑,但报仇心切的他当然不肯投胎 于是选择了另一项,成为明界警察 刚说完,一个烙印出现在他身上 这就算成了 女人带着懵圈的小帅开始介绍 说这个世界有很多恶鬼化成的怪物 明界警察的任务就是抓捕他们 很快,小帅见到了他的搭档 一个叫罗伊的牛仔,死于19世纪 已经当了上百年警察了 但,罗伊不认小帅这个菜鸟 说他不够资格,只把小帅当跟班 不过这也算没拒绝 罗伊带小帅来到了一个葬礼 小帅的葬礼 这是警局传统的入职仪式 看着自己被葬,小帅还很平静 可看到妻子孤独的身影后 他终于忍不住了 不顾祖兰来到妻子面前 结果,妻子不认识自己了 小帅满脸震惊 原来,警局会给警员一个假身份 普通人只能看到伪装后的样子 小帅的假身份名叫陈伯 是长这样的 小帅无语了 他问罗伊的伪装长啥样 正巧有路人经过 在路人眼中,罗伊是这样的 小帅更无语 但他的样子已经不能跟妻子相认 只能跟着罗伊开始他的第一个任务 他们接到消息 这栋楼藏着怪物 一进门果然发现线索 植物枯萎 灯也莫名坏了 这都是受怪物的影响 他们来到一扇门前 开门的是个人类男性 但别被骗了 不止警察 怪物也有假身份 幸好这难不倒罗伊 略使小技就将怪物真身逼出 是一只大嘴怪 不过 这种怪物没攻击力 罗伊让小帅去逮捕 小帅第一次看见怪物 心里慌得很 没留神 让大嘴怪跑了 慌不择路的怪物 竟然想都没想 从三十楼跳了下去 怪物冲破窗户 啪一声摔到地上 拍拍屁股又站了起来 小帅看懵了 没注意罗伊跑来 一把推他下去 两人毫发无伤 原来 冥界警察都有不死之声 对面的怪物笑小帅没见识 小帅怒了 过去一顿暴揍 怪物被打得吐出几块金子 小帅一看 惊了 他认得这东西 原来 他生前曾跟搭档撕吞一笔赃款 就是这些金子 后来他良心不安 要上交 才被搭档杀死 可这些金子怎么会出现在怪物身上 为了查清楚 两人把怪物带回警局 又拿着金子 找到警局的线人调查 线人也是怪物 被警局特许活在人间 可线人看到金子 想都没想就说没见过 说这就是普通金子 小帅没辙 丢下金子就走了 但两人没真走 在外面偷偷等着 果然 拿到金子的线人跑出来 一辆跑车开到他身旁 下车的竟是杀死小帅的凶手 果然有问题 可奇怪的是 一个人类怎么跟怪物扯上关系的 两人跟着凶手 发现凶手的下个目的地 是小帅家 小帅慌了 他怕妻子有危险 可凶手进屋 只是静止走到后院 在一棵树下挖出一包东西 打开一看 竟然也是金子 是当初凶手分给小帅那部分 凶手指着金子 对小帅妻子说 这是小帅贪污的证据 小帅怒了 就要冲过去 被罗伊死死摁住 两人继续跟着 凶手又来到一栋大楼 像是在等人 于是小帅也躲到一旁等 中途还因为 罗伊的伪装太火辣 引来路人搭讪 很快 一个胖子走来 旁边电线突然短路 这也是怪物 胖子走到凶手前 拿了装着金子的铁箱就走 小帅立即跟上 在电梯下抓住了胖子 直接掏枪威胁 把胖子带到一个冷冻室 途中还拿了一罐回香粉 这东西能让怪物现行 他要看胖子的真面目 可小帅没想到 胖子是个狠人 率先抓过他的手猛吸一口 然后胖子开始现行 胖子迅速膨胀 肥肉撑破衣服 他撞开小帅两人 跑到大街上 几百斤的身材 竟然灵活地跳到墙上 只有小帅他们知道 这胖子是怪物 罗伊射出镖枪 想把胖子拉下来 结果胖子轻轻一拉 就把罗伊甩飞 小帅赶紧掏枪 却没注意 旁边有辆车飞来 小帅啥事没有 又爬起来 因为他是民界警察 刀枪不入 可因为伪装 他在普通人眼里是这样的 此时胖子沿着墙不断跑 小帅赶紧追上开枪 却没有伤到胖子 胖子逃进座大厦 小帅也追了进去 终于在电梯警看到了胖子 看胖子往下跳 小帅猛地启动电梯 把他砸回去 不幸的是 胖子还是跑了 被怪物逃了可是大罪 很快 两人被告知 即刻停职 接受调查 甚至可能会被删除 相当于人类世界的死刑 小帅心一下冷了 但他不能违背命令 他只能趁着有限的时间 去找一个人 他的妻子 可小帅现在这样 妻子没有相信他 跑了 没能认真跟妻子道别 小帅不忍离去 这时搭档罗伊找上了他 小帅这才知道 当初罗伊不认他是搭档 是因为罗伊也曾有最佳搭档 但结果却是被出卖 被抛尸荒野 当初的他没能复仇 但在小帅身上看到曾经的他 于是罗伊决定帮一把 两个决心复仇的人再次出发 来到凶手家 罗伊借助伪装 轻易进去 小帅直接掏枪 制服凶手 他们将缩出来的黄金 连同凶手带回警局 打算好好调查 警局今天抓了很多怪物 异常忙碌 警员将凶手身上的东西 就这么丢在一边 没注意两个东西产生反应 一瞬间 所有警员都难以动弹 怪物却没受影响 原来凶手是故意就范 就为了拿回警局的黄金 很快怪物撤离 不再隐藏就来到大街上 他们的目的即将达到 那批黄金其实是一件神器的零件 拥有打开明界通道的能力 能将怪物送回人间 等小帅追来 却被一批怪物埋伏 好不容易解决怪物 通道已经在城市各处不断产生 两人赶紧往最大的通道赶去 却遇到胖子怪物的阻拦 但胖子只是逃跑厉害 轻易就被小帅干掉 另一边 神器即将搭好 显出圆形的凶手把小帅妻子抓来 要进行血迹 关键时刻 小帅赶到 但凶手还是下手了 神器吸收了血 能量大增 愤怒的小帅立刻冲过去 无疑怪物能够阻挡 罗伊则冲到神器面前 虽然他一人无法摧毁神器 但旁边有辆车 罗伊使出牛仔的看家技能 一下把车拉了下来 神器被拆 空中怪物又被冥界吸回去 小帅则趁着凶手分神的瞬间 将它消灭 同时也消灭了一个惊天危机 结尾 小帅妻子活了下来 小帅跟罗伊也因为破案有功 被留了下来 两个冥界警察 将继续以他们的方式 守护人间的和平